那所以后来我去Google了一下 谷歌很发达 我去Google了一下 我发现我们的学生 将来出社会 毕业出社会之后 会真正从事资讯 相关行业 会写到程式的 不会超过6% 这6%是包含 你直接从事资讯业 你做网页、做网站、写程式 甚至包括那个影视业 我都把它算在里面 还有一些什么 就是你看起来有点像 有可能会用到程式 或用到科技工具 我总共把它算进去了 6% 6%是什么概念 100个6个 那你如果一个班 30个人 会有几个 不到2个 也就是说你今天教的这班 30个 你教的很辛苦 他学的很辛苦 只有闭了业之后 只有两个人去跟你写程式 然后这两个人就说 还好我国小的时候 有教到程式 国中有教到 现在是变通式的嘛 所以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都要教 那所以他会觉得很受用 那请问另外28个人 我们最常听到家长问说 我学要再推程式 县长说我们要推程式 所以像我说我们要推程式 大家也觉得写程式不错 不错 可以增加那个逻辑思考什么的 可是那个家长来问你的时候 为什么要写程式 我家我就是开7-11 我写程式干嘛 我用不到啊 我家卖菜啊 不用写程式 对不对 我去当演员 我不用写程式啊 一堆人问了你 问了你他的需求跟他的生活 他的职业 你都发现这些人好像真的都不用写程式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说服他 很难对不对 很难是因为各位停留在 程式这两个字的名词 好